游民间生肠社团促成的第一届台韩生肠者体育交流活动在高雄市登场 主办单位高雄生肠联合总会除了感谢各单位的出钱出力促成活动顺利进行 不但让台韩两国有城市交流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为生肠者运动倡议 第一届台韩身心障碍国际体育交流活动 在热闹的几股表演及身体律动后揭开序幕 选手们都是身心障碍者 有人坐着轮椅 有人带助听气 虽然进场速度缓慢 但始终保持开心的笑容 因为这次能顺利举办活动是靠着许多民间单位的帮忙 历经两年的时间才终于促成 非常感谢我们的屏障体育运动协会 还有我们的志强协会 还有我们桌球协会 他们邀约他们的选手组队来参加 才有办法把这个盛事办起来 那未来明年希望政府能够也可以 有更多的经费能够赞助我们的团体 非常地很开心 然后他是想要建立高雄跟市中市的两边的交流 像兄弟一样的发展 主办单位也希望透过这场运动赛事的举办 做签约然后他是希望明年也是 高雄市这边来他们的市中市参访 这次交流的体育竞赛项目包括有羽球 桌球和保龄球等三项 选手们在场上尽情的发挥争取分数 虽然只有一天的短暂相处时间 但却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再次交流 港独新闻李嘉龙黄澜君采访报导